直播9月2日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,由翁尔迪一击败帕尔玛,迪巴拉在下半场踢步登场,这也是他代表帕尔玛军团出战的第一白场一脚联赛。 本场比赛,迪巴拉在第79分钟替换赫迪拉出场,他也迎来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,这是他代表尤玛在一甲的第一百次登场,尤玛冠推写道,掌声献给迪巴拉,祝贺他在一甲中,第一百次代表尤玛图斯登场。 迪巴拉在2015年6月以4000万欧的身价转会加盟尤玛,三个赛季他为尤玛打入52例连赛进球,并贡献了22次助攻,加盟尤玛后,他帮助球队渡得三次一甲冠军,三次意大利杯冠军和一次意大利超级杯冠军,在非意大利击球员中,迪巴拉白场过后的进球总数排在了第7位,小板凳。